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Linux Cast课程 在这节课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Linux软件管理当中的 以RPM方式对我们的Linux进行软件管理 那么Linux的软件管理的话,它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会涉及到以原代码形式的,以RPM形式的和以YAM形式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RPM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 那么如果要涉及到Linux就必须要讲这种以原代码形式的这种软件发布形式 因为对于Linux来讲,它本身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里面用到的绝大多数软件,都是开源软件 而在我们的整个软件圈子里面,在我们的互联网上 那么开源软件通常都是直接以原代码形式去发布 因为开源软件的理念就是让所有人大家齐心协力都能够去修改这个软件 只要不是以商业为目的 那么所以说绝大多数我们碰到的开源软件 那么都会以原代码的形式去进行发布 不像我们在Windows里面 我们从上下软件肯定都是已经编译好的 我们不太不可能直接去看到它的原代码 那些都是属于人家的商业机密 都是属于人家的财产 那么但是的话 对于开源软件来讲 那么就不会像Windows那样子 那么很多软件都不会去给我们提供那些编译好的 编译好的可制性文件 而是给我们提供 只提供一个原代码 那么有些做的比较好的开源软件的话 可能既给你提供原代码 又给你提供二进制文件 那么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但是绝大多数的开源软件 都是以原代码形式公布的 那么这些原代码的话 一般会被打包成一个 Tal.JZ的一个归档压缩文件 那么我们需要去手工的进行编译 把它编译为一个二进制可执行程序之后 才能够去使用 那么这里是典型的原代码形式的这种编译流程 那么首先我们要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在这个文件夹章中运行.configurate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通常就是去检查我们的编译环境 相关的库文件以及配置参数 并且生成makefile 那么第二步就是去对我们的原代码进行编译 基于我们生成的makefile 对原代码进行编译 生成可执行文件 最后通过makefile去安装 但是这种方式很麻烦 那么大家可能觉得不就是三步 它麻烦也麻烦不到哪去 实际上我们真正在去安装的时候 那么这三步就算去完整的执行到最后一步 就是这个make能够正常的去把我们这个原代码编译出来 都需要有很多的准备工作 我们会发现可能到第一步我们都进行不下去了 会出很多错误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说很麻烦 这种方式很麻烦 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这种专题课程 就是告诉大家 给大家去讲解怎么样通过原代码编译的形式全安装 但是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主要去给大家介绍非原代码的形式 非原代码是有二种形式 那么虽然说原代码形式的软件使用起来很麻烦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也是有好处的 不然它不会存在这么长时间 那么就是兼容性以及可控性很好 兼容性以及可控性很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从网上下下来到二进制的这种可执行文件 那么很有可能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上是运行不了的 因为不同于Windows Windows它只有一个版本 只有一个Windows版本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时候的软件 那么你都会去对所有的Windows去做一个兼容 你是Windows 7也好 你是Windows XP也好 你是Vista也好 你是Win98也好 那么它都是一个体系 一个版本继承下来的 所以说基本上所有的软件的话 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兼容性的问题 那么拿来就可以直接去用了 但是在我们的开源业界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子的了 一个同样一个原代码程序 可能会被用在Linux里面 可能会被用在BSD系统里面 可能会被用在Unix里面 可能会被用在Windows里面 可能会被用在苹果的MacOS上面 所以说它所涉及的平台就很多了 就很多了 那么就算仅仅是Linux的话 Linux也有很多的版本 所以说很难做到一个全兼容 很难做到一个全兼容 那么以原代码形式去公布出来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你是要自己去编译的 那么编译出来就是针对你这个平台的 那么它的兼容性很好 那么可控性好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在你编译之前去进行一些配置 不像我们从网上直接下下来 那种二性质文件直接可以使用 那么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人家给你什么样子 你就只能那样用 你想自己去做一些 哪怕是很简单的配置修改都不行 所以说以原代码形式去公布 那么一个好处就是 兼容性可以自己去控制 当然你自己需要去解决 很多兼容性的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给你的一个控制权 给你的一个控制权 那么开源软件一般都会去使用 这个其他的开源软件的功能 我们以前有讲过 就是这个开源的一个核心理念 就是不要重复发明轮子 如果你的这个软件当中 需要一个功能的话 那么建议就是你先去找 看有没有人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的话 你把他的东西拿过来去用 那么所以说开源软件的一个 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 就是会有很多的依赖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要安装A软件 那么我安装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个A软件 需要依赖于B软件 你又要去找B软件 你去先要安了才行 B软件你安的时候 发现B软件要用C软件 C软件安的时候 C软件要用D软件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 在编译的时候 会有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不是我们这里说的 这么简单的这三步 这是大的流程这三步 但是在实际编译当中的话 会有很多问题 前两步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那么基本上都是在解决依赖关系 在解决依赖关系 那么这个也是开元软件 最大的一个弊病 那么它的优势 本来是它的优势 那么我们不用各自重复 去开发相同的功能 大家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略是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在安装的时候 那么会有很多的依赖关系 需要自己去解决 需要自己去解决 OK 那么原代码形式 有很多的缺点 我们说操作复杂 而且编译的话 像那种大型软件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从原代码转换成二进制的时候 时间还会很长 比如说一个十兆的软件 可能就要编译十几分钟 那么一个几十兆上百兆的软件 那么甚至更大的软件 我们编译几个小时 甚至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对于一般用户来讲的话 我们日常去使用 你说按一个软件 都要几个小时 这是难以接受的 而且极容易出现错误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有两个人 这个就是早期的开发者 那么就开发了一个 RPM格式的一个 软件管理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样的一个格式 我们叫做RPM 那么最早是给红帽去用的 最早是给红帽去用的 红帽的发行板上面 所以RPM的意思就是 Redhead Package Manager 我们叫做红帽包管理器 那么RPM这样的一套机制 实际上就是为了简化 我们的Linux下的软件安装的 这个操作 简化我们的操作 RPM通过将原代码 基于特定的平台系统 编译为可执行文件 并且保存它的依赖关系 并且保存它的依赖关系 来简化我们开源软件的安装 那么RPM的设计目标 我们这里看一下 它的设计理念有几个 第一个 本身它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使用简单 原代码形式太复杂了 那么使用单一的包格式文件发布 所有的每一个RPM软件 都是一个.rpm的文件 都是一个.rpm的文件 那么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不同于原代码 原代码我们可能解压缩了以后 它虽然是一个打包文件 但是解压缩了以后 可能有几十成百上千个原代码文件 但是RPM包就只有一个文件 它不存在压缩和解压缩的概念 只有一个文件 并且可升级 并且可升级 我有一个 比如说某个软件我已经安装了 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的话 那么可以通过RPM对其进行升级操作 它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追踪软件的依赖关系 我们讲开源软件都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A软件需要先安装B软件 安装B软件需要先安装C软件 那么RPM我们讲 它会保存这种依赖关系 保存这种依赖关系 但是注意 它并不能自动解决 也就是说 你使用RPM形式 安装软件的时候 你下了一个 以RPM形式发布出来的软件包 你安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先去安装一个 其他的RPM 那么那个RPM包 可能还要再去安装一个 其他的RPM 这一点还是存在的 那么可以保存基本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RPM包的作者 他的发布时间 他的版本号 他的一些说明 等等这些信息 都可以保存在 这个RPM的格式里面 那么支持对软件进行验证 我们后面会讲 软件验证是什么 那么并且支持多平台 并且支持多平台 当然不是说一个RPM文件 支持多个平台 而是不同的平台 一般会发布不同的RPM文件 那么RPM简化了 我们的这个软件安装的一个流程 简化了软件安装的流程 但是RPM没有办法去解决 跨平台的问题 那么每一个RPM的这个软件包 每一个RPM文件 都只针对某个特定的平台 他怎么样跨平台呢 就是不同平台下 编译出来不同的RPM包 编译出来不同的RPM包 所以说我们在去下RPM软件的时候 那么都必须要看清楚 你是哪个平台的 那么RPM包通常有一个 约定俗成的命名规范 当然不一定非得要命成这样 命名非得要以这种格式去命名 那么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子 我们从网上下载下来一个RPM软件 只要它是稍微设计的正规一点 都会以这种形式去命名 一个RPM软件的这个文件名 这个RPM文件的文件名 会分为好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文件的 是这个软件的名字 比如说我这个软件叫做Linux Cast 第二个部分是它的版本号 有大版本号 有小版本号 有分支版本号等等 第二个是它的版本号 版本号越高 一般就越新 第三个和第四个 是它对应的系统和平台 比如说EL6 就是我这个RPM包 是专门针对于 红帽的Enterprise Linux 6 这个系统平台去编译的 我们从网上下载的时候 也要去注意 那么因为有很多主流的发行版本 那么红帽只是其中的一个 可能还有其他的 可能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Sucid Linux 比如说Matterraft 比如说国内红旗的 等等等等 那么你使用的是什么系统 你就要去下什么版本的 所以说在这里头 我们说RPM它解决跨平台 就是通过针对不同的平台 编译不同的文件 编译不同的RPM包 接下来I686就代表 我是32位的 还是64位的 如果是64位的话 这一般写X86下滑线64 X86-64 所以说我们通过RPM包 这个命名就可以多少去看出来 它的一些基本信息 主要需要看的就是 针对哪个操作系统 针对什么平台 32位的还是64位的 如果说下错了的话 你这个安装的时候是肯定会出错的 肯定会报错的 那么我们来看 RPM使用起来很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RPM命令 来去安装 卸载或者管理我们的RPM软件 从网上下载下来 或者从其他方式去获取一个RPM软件 那么通常都是我们会获取到一个单一的一个文件 单一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RPM命令 来去进行安装 卸载或者升级 比如说 我要去安装一个RPM软件 那么就是RPM-I 加-I参数 I就是install的意思 加我这个要安装的这个RPM文件 那么就可以安装 卸载的话 就是-E参数 直接跟名字 只跟名字 升级的话 就是-大U 如果我已经安装了 那么已经安装了某个软件 但是我从网上又下了一个更新版本的 我不想去卸载重安装 那样也可以 那么如果我不想卸载重安装 我想用这种升级方式去安装 可以用RPM-大U 去以升级形式安装 我不需要卸载 不需要卸载 那么同样 RPM还支持 不光是支持本地文件 我如果这个文件 在互联网上通过HTTP协议 或者FTPT协议 都可以直接 它会自动的先下载 然后再全装 都可以直接去用 那么通常我们会 在使用的时候 加入-V和-H参数 如果不加的话 直接用-I 就没有任何返回信息 -V的话 还会显示一些详细的信息 -H就是显示一个进度条 显示一个进度条 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么注意 安装RPM是必须要管理员权限的 安装软件是必须要管理员权限的 所以说我们切到root用户上面来 切到root用户上面来 那么在我这里 有一个叫做Linux Cast-1.0-1 I386的一个RPM软件 一个RPM软件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演示程序 那么安装完了以后 会有一个叫做Linux Cast的命令 你一执行 它就给你说一句 这个Hello Welcome 就很简单 仅仅仅是为了做演示 那么我们通过RPM-I 就是安装 我们通常会都会加上VH 这两个参数 都会加上VH 那么显示详意信息 然后后头跟我们要安装的这个文件 回车 那么就会给我们显示一个进度条 以警号组成的进度条 那么安装很快 安装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这个软件的功能很简单 就是多了一个Linux Cast的命令 回车以后 它给你敲一个Hello 给你显示一个Hello 3w.linux.net 很简单 那么这个是安装 卸载的话就是RPM-E 但是只跟程序的名字 注意只跟程序的名字 不像这个一样 你还要跟着点RPM 不用跟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卸载 卸载了以后 我们再执行就没有了 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OK 那么所以说RPM的基本操作是很简单的 安装卸载和升级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RPM我们说 它还支持很多查询功能 还支持很多查询功能 RPM-QA RPM-QA 那么就是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软件安上 我们一会儿要演示 RPM-QA 就是列出来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安装的所有的RPM软件 已经安装的所有RPM软件 会列出来很多 会列出来很多 因为我们SynthOS 红帽 SynthOS或者红帽的Rail 都是 它所有的软件 都是以RPM形式去安装的 去管理的 所以说RPM-QA 可以显示出来所有已经安装的RPM软件 那么RPM-QI 跟一个软件的名字 可以去查询这个软件的信息 RPM的所有查询命令都是以-Q开头 I代表查询信息 information的意思 OK 通过RPM-QI 后面跟软件的名字 可以查询一个软件的基本信息 那么会显示出来软件的名字 软件的版本号 软件的发行版 软件的创建 安装时间 属于哪个组 那么软件的汇总信息 比如说这是一个LinuxR.net的演示程序 那么包括 一些详细的描述信息 包括一些详细的描述信息 包括属于哪一个厂商的 等等这些 那么一些基本信息都会显示出来 都会显示出来 那么 我们想看这个软件 都包含了哪些文件 就是他都把哪些东西 安装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面了 可以用QL L就是list的意思 列出来所有 属于这个软件的文件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软件很简单 就是添加了一个命令 添加了一个帮助文件 添加了一个帮助文件 那么 RPM-QF 我们可以查询某个文件 是属于哪个RPM包的 比如说我们还是查询这个 我们看到有一个linuxcast的一个文件 我想知道这个文件是哪个软件安进来的 那么就可以用QF跟这个文件 那么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文件是linuxcast-1.0-1.i386 这个软件给你安进来的 任何文件我们都可以查询 都可以查询 OK 那么 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 是这四个命令 是查询已安装的软件 那么怎么样去查询一个 还没有安装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就有一个 这个RPM文件 我想在安装之前 先看一下它的信息 那怎么办呢 查询未安装文件 是加一个p 加一个p参数 QIP就是查询这个文件的信息 那么qil就是查询这个 qlp qlp就是查询这个 RPM文件在安装里后 都会在我们系统中装哪些文件 所以说加一个p 就是查询未安装的RPM文件 那么不加p 就是查询已安装的这些RPM包的信息 OK 那么RPM还有一个验证功能 那么我们之前有提过 我们说在这里去讲 验证功能是什么呢 因为软件在传输的过程中 可能会被恶意的修改 因为现在我们 绝大多数软件在去 这个我们去 去获取一个软件 可能都是从网上下载 可能或者在外头买一个光盘 或者怎么样的 那么从网上下载的过程中 包括别人在跟我们传输的过程中 这个软件可能会被修改了 所以里面 给里面可能会加一些恶意的代码 加一些木码 加一些病毒 等等这些 可能会不安全 那么所以说 现代的操作系统 为了安全期间 那么都对软件加入了验证功能 都对软件加入了一个验证功能 那么在这里的话 验证通常是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的 所以一般需要有一个密钥 这个操作系统都会 每个发行版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密钥 那么默认都是去 已经加到我们这个RPM程序当中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通过杠杠report加进来 那么怎么去验证一个RPM文件的完整性呢 可以用RPM杠大K 这个参数去验证这个RPM包的完整性 RPM杠大K 然后跟我们要验证的程序 那么它会使用SHA MD5算法去对我们这个文件进行一个验证 那么显示出来是OK的 这个文件没有被修改 没有被修改 以安装的文件是否被修改了 我们可以通过杠V参数 可以通过RPM杠大V参数 比如说RPM杠大V 我们查询一个什么文件呢 XINETD吧 告诉我们 我们就想看一下XINETD这个文件 这个程序在安装里头 它所有的文件有没有被修改过 有没有被修改过 这里发现这个文件被修改了 那么XINETD所安装的所有文件当中 ETC下的 RC.D下的 INIT.D下的 XINETD这个文件被修改过了 那么这个就是通常用来去查看 我们操作系统中的哪些文件 是否在安装后被修改过 这是一个脚本程序 因为我以前去修改过它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能去动的 如果被动过 就是这里显示的是本来不该会被动的那些文件 比如说二进制文件 比如说某个程序可能被修改了 可能被恶意的中了一些这个代码进去 那么通过RPM-V都可以去验证 跟什么验证呢 跟我本来的那个程序去做一个比较 因为它都会出来一个交易 它都会保存一个校验值 每次在验证的时候 就会重新去计算一次校验 跟我保存的校验值做一个比较 那么就能够去显示出来哪些是本来不应该变化的东西 但是它发生变化了 这里就要去注意了 可能你的系统中毒了 或者说如果这个是你自己修改的话 当然就无所谓 如果你没有去动过它 但是这个东西又发生了变化了 那你就要去小心了 就要去检查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中病毒了 或者被恶意的修改了 OK 那么这个都是出于安全考虑 出于安全考虑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为大家就主要介绍了 RPM的概念 RPM的基本用法 那么更多的像通过YAM方式管理 像通过原代码方式管理 我们会在专门的课程当中为大家讲解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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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